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已定,虽然大部分的战领并不赞成此时进攻,因为英国还未投降,就进攻苏联,战线拉德太长对德国无异,但希特勒新一力决,6月中旬就召开了最后一次。 关于巴巴罗萨的大规模军事会议,在会议中,希特勒反复强调必须进攻苏联,因为这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战争,他认为这是一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争。 希特勒将这场为了权力的非正义战争,想象到了意识形态高度,企图以此来掩饰他的贪得无限,最终,会议确定,6月22日进攻,最多两个月击垮苏联。 关于这一切,苏联一无所知。 转机出现在一个德国士兵身上,就在6月18日,苏联边防的一个指挥员,指定他的上司非九宁司机少校,宣称有德国士兵跑到苏联境内,传递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。 但不知真假,非九宁司机接近了德国士兵,这个德国士兵次数,自己和最后欧达军官,只怕被枪毙才跑过来的。 他所透露的消息,就是德国将于6月22日也得苏联境进攻。 面对这样的大事,非九宁司机也将信将疑,为了打消他的怀疑,士兵愿意性命担保。 就这样,这个消息由非九宁司机转告给第五级团生的司令员。 却不料,这个司令员对此毫不重视,只是在被九宁司机的坚持下,加强了边境防卫。 随后,他们又抓到了一些负责破坏火车,以利于德军轰炸的德国特务。 而此时,纽约时,报已经发布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,但柏林德国的工方发言人称,这一消息毫无依据。 之后,苏联的真理报,也号召培养时是求是精神,反对空谈。 这样的言论无疑是真的德军进攻的消息,可见,苏联此时对此还一无所知。 但苏联的总参谋长朱格夫,却敏锐地从中嗅到了风雨于来的气息,他从基辅打来电话,说有德国士兵透露德军将于凌晨进攻的消息,此时已经是6月21日的半夜11点。 朱格夫当机立断,向斯大林回报,但斯大林却认为,这个逃兵是被德军派来,企图挑起冲突的。 朱格夫对士兵的话坚信不疑,政治局委员们对此经过了严谨的谈论,而斯大林此时才发布命令,使得边境地区做好防备,抗击德国的突袭。 不过从21日11时才开始的谈论,去德军发扬时是求是的进攻精神还有5个小时。 即使斯大林的命令发出,在短短几小时内,即使能到达边防,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使他们做好准备,不过是聊胜与无而已。 果然,不久后,朱格夫就致电斯大林,向他汇报了德军攻击的情况,苏德之间的战争爆发。 而苏军在战事之初,因为他的大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,部队接连势力,守卫布列斯特要塞的苏军,几乎全部牺牲,撤退和被东海打成为出战常态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